哈囉各位兄弟們大家好 歡迎來到方舟生存 今天晚上我是老頭Oddman YA 我們又回來方舟生存啦 然後一件事情很遺憾的跟各位報告一下 那就是我們的洪荒神話世界模組 喔好難唸喔 洪荒神話世界模組呢 作者已經把它砍掉了 他把它砍了 前幾集才說 作者已經不想繼續玩方舟了 模組也不想做了 今天呢 他就把它砍了 然後我不知道該拍什麼了 然後你們看到這個上面有沒有 一隻很可愛的普羅米金剛 就在這裡騰空跳躍踩在我的頭上 這是縮小版的普羅米金剛 看到沒有超可愛 他還可以在你的肩膀上面喔 有沒有看到 哇想要嗎 一隻499買二送一買二送一 才剛訂100組 現在馬上剩下 剩下前100組訂完之後呢 我們再加買20組 已經快要沒有了 趕快訂購 搶購這個專線 在我們這個影片的下方 快點輸入專線 訂購喔 等你喔 好啦沒有啦就是 他其實在騰空啦 就是該怎麼說 就是我們那上一集嘛 不是有這個恐龍的這個防止嗎 啊 啊因為他把模組拔掉之後 他就在上面被卡在上面了 啊那我也沒有想要讓他下來的意思啊 所以說呢 我們今天這一集 我們今天這一集 啊就讓他在上面默哀個一集好了 為我們的神話模組默哀 好不好 啊然後呢 你們一定說啊這樣子沒有東西可以拍了 你們錯了 老頭呢又找到東西可以玩了 看到這些東西了沒有 是不是很酷啊 這什麼模組你們知道嗎 啊 你們大家也不知道啊 你們怎麼可能會知道 我來告訴你們 他叫做蓋亞模組 好不好 這蓋亞模組呢 可是空穴 可不是浪得虛名的 啊 也不是說 可以說蓋就可以說亞的 沒有啦我亂講 我不知道你講什麼不要理我 啊那個呢 這個模組呢 老頭稍微研究了一下 我是覺得 呃 他這些多了很多新的道具啊 你看像這個應該就是其他顏色的礦物吧 那這些礦物是可以拿來做一些新的道具 好了 像是這個好像是可以用燒的是不是 哦 金屬可以做哦 金屬加煤礦 欸這個是不用打的 這個是用盒的耶 金屬加黑曜石可以做這個 然後沒有意外的話這個是 哇 這個全部都是要用這些 都是要用後面這三樣哦 全部加起來合成的耶 然後合成了之後就可以拿來做 製作工具 那製作工具這邊就會有斧頭啊 然後都有不同能力 不過老頭現在有點看不太懂 所以說下一次呢 老頭呢在一一講解這些 這些武器到底有什麼功能 好不好 這時候我會請 請我們的娜娜喵幫我翻譯一下 好 我們娜娜喵是我們的小助手 好 讓他幫我翻譯一下 這些武器到底多了些什麼功能 不過大致上應該是 呃 沒什麼太大的改變吧 只是顏色看起來比較帥而已 它加100%的是什麼東西 生命值加100%嘛 好不好 這是我們這個 蓋亞模組的一個 類似像是工作台 製作工具的一個工作台 然後呢 這個像一顆石頭的呢 它是一個倉庫 後來發現了 它是一個倉庫 欸 So good 可以放90格 這蓋亞模組給的倉庫也真屌 然後你會看到這個是蓋亞的 算是一個核心的工作台吧 它裡面有消耗瓶 反正諸如此類啊 很多東西要講現在講不完啦 我覺得 如果再繼續講下去 我這一集 全部都在講解了 你們就不用看星恐龍了 總而言之呢 它們這個星恐龍有分四大類啊 就是分這四大類啊 這四大類啊 然後有分綠色的 紫色 紫紅色 紅色 藍色 就四大類的恐龍 然後呢 這些工作台是我剛從那邊 從這裡面做出來的 然後你就會看到 這後面有一個蓋亞的 類似像蓋亞的鎖頭 蓋亞的封印鎖頭吧 裡面可以召喚最強的BOSS 但是這些最強的BOSS呢 需要用某些東西召喚 我們後面還有很多東西 忘記關臉書了 抱歉 等我一下 好 反正呢 一次講不完 好 我們也不要浪費太多時間了 我們現在呢 趕快去外面看一下有什麼新東西 好不好 好 我們拉根廷 Let's go 好 記得我們普羅米的古龍 普羅米的古龍我們好像也沒有遇到齁 我們等一下也遇一下好了 好 才剛講而已 你看前面就有一隻 好 這隻就是我們蓋亞的新物種 不過呢 基本上應該也不太需要抓啦 這種都很弱啊 我們把他殺掉好了 好 把他殺掉就會獲得靈魂 這個靈魂呢 很重要 到後面我們製作一些道具都需要這些靈魂 所以說呢 這種弱弱的這種恐龍 弱弱的蓋亞恐龍呢 我們就把他殺掉獲得靈魂 好不好 然後這是什麼 哇靠 精英的李之魚耶 很難得耶 這個很難遇得到耶 我居然在這裡遇到精英的李之魚耶 不過這個是官方的啦 這不是什麼魔組的 所以說不要理他 好不好 好 來 我們先傳送 順便看看 順便看看有沒有新的 新的 新的 新的蓋亞恐龍 我們來弄一下 這邊就有一隻了 看見了沒有 HELLO 哇 一萬三耶 非同小可啊 可是我想要拿他的靈魂 喔 拿了 而且他還送這是什麼東西啊 第一次看到耶 這是什麼 蛤 殺掉之後 蓋亞的這個恐龍 喔 And BOYS 抱歉 我不知道是什麼 不過好像是材料 好的 喔 順便跟各位講一下好了 就是最近萬聖節更新嘛 萬聖節來了嘛 然後官方好像更新了 他把異變的那個恐龍的這個skin啊 放進來了 各位看到這個skin了沒有 這個是未來DLC 異變skin的其中一隻小恐龍 我不知道他叫什麼名字 然後他可以倒在頭上 哎唷 好恐怖喔 變這樣子 嚇死人了 不要鬧了 然後還有一隻還蠻酷的 這隻你們一定最喜歡的 感覺是 就這一個 感覺好像是霸王龍的異變 來給你們看一下霸王龍的異變 哎唷 看起來像異形又像是飛龍 又像是南方巨獸龍 又像是異形 總而言之呢 這種的新生物呢 只有在異變裡面會出現 不過呢 異變呢 目前為止 還沒有任何開放的消息 哇靠以為他戴帽子喔 哈哈哈哈 你什麼時候這麼走在時尚的尖端啊 這麼的passion啊 還可以拖動他的屍體 算了 不要拖你了 很浪費時間 再見 哇繼續 繼續闖 喔 蝴蝶兒 我來啦 把你咬死 咬 為什麼咬不到他啊 哇他居然 居然也不過如此而已嘛 是吧 好的 哇靠也太多了吧 欸多了好多喔 欸普羅米的 普羅米的在那邊 為什麼下雨了 這個我要 夭死你 喔那個是我們的那個 蓋亞生物 哇蓋亞生物好多喔 這個也是蓋亞的欸 殺 給我靈魂 給我靈魂 太好了 靈魂收集多一點 到時候可以製造新的道具 普羅米的嘟嘟暴王龍 真難得在這裡遇見你啊 再見 喔 哇 普羅米的 普羅米的比較強大欸 他把蓋亞恐龍給打死了 這感覺好像就是這個世界有兩個種族 你知道嗎 普羅米種族跟蓋亞種族 兩個在互鬥 欸這什麼啊 青蛙怎麼會出現在漢地 你馬幫幫忙 太好笑了吧 青蛙出現在漢地是怎麼回事 這個是鯊魚 欸他收集靈魂收集完就可以召喚boss了欸 還不錯啊 而且重點是這些不難找 這些就是感覺像隔壁的 隔壁的那種阿民有沒有 隔壁的老王那種 很好找啊 一下就找到了 我還以為他們都是稀有生物說 結果其實也還好 並不是什麼所謂的稀有生物 單純就只是一種 隔壁老王那種概念 好吧 我們繼續翻齁 翻掉 唉唷 欸這隻會噴火喔 喔這隻 欸我們來抓這隻好了阿 雖然看起來弱弱的 好不好 可是我還蠻喜歡他 可是他快死了 為什麼 欸 欸 迅猛龍在咬他 迅猛龍在咬他 他有點卡卡的 有點好笑欸 算了把他帶走好了 來來交給我交給我 這是我的啦 來吧寶貝 喔還是一隻母的 他應該就是吃肉的啦 直接丟個肉給他吃 馬上就起來了 是不是 準備要起來了 好了 到時候再來跟你玩 先把你送回去 掰掰 So happy 來 我們繼續找 今天天氣不佳 一直打雷阿 氣死我了 雨哪時候才要停 這邊又一隻 現場把他宰掉好了 好多喔 我靠 來吧 解決你 爽哥 哇 嚇我一跳 原來是 普羅米的boss喔 好啦 來稍微打一下好了 好久沒有跟你挑戰 欸不對阿 我打得到嗎 欸可以耶 抱歉了 你太弱了 那你什麼東西也沒給我 哇這什麼東西 欸普羅米的霸王龍 這可以抓耶 欸 好難得遇到野生普羅米霸王龍喔 太棒了太棒了 我靠那邊怎麼又來一隻 欸怎麼這邊來各種阿 沒關係那一隻先射暈 來來來 呀 爽阿 爽阿 哎呀呀呀呀 這是太令人愉悅開心了 居然抓到這隻霸王龍 這隻霸王龍之前那個殺戮 殺戮與霸王龍的時候有召喚出來 不過那種是暫死的 我們現在抓到這隻是永久的 來來我們為他吃普羅米飼料 欸 想說你再也不會出現了 欸 結果居然突然出現 啊然後沒有普羅米飼料 難過死了 怎麼辦自己做 現場做一下 現場做嘛 沒差啦 來起來 起來 現在是你 乘三點 太屌了 應該 應該直接有他的鞍吧 找一下就 找一下應該就有了 呃 這是帝王暴龍的 哇 居然沒有 哇 這是GIGA 尷尬了 我們打這麼多鞍 找到了這裡啦 歐耶 欸 欸他不能進化 他不能進化 他沒有進化的那個 哇這麼屌 他負重了 稍微走一下稍微走一下 純黑的我還蠻喜歡的 黑紅配 人家是真紅眼黑龍 我們這一隻呢 真紅眼霸王龍 一咬你看 就暴斃了有沒有 咬一下就暴斃了 漂亮啦 哇 哇 好我們稍微剪一下 雖然這些東西我們都有過了 欸 啊 暴斃龍哥欸 哇 掉下去了啊 我操咧 來來來我來救你 我來救你 你也太 太嫩 嫩泡兵了吧 喔有了有了有了 來我們把那隻 南方巨獸給咬死 又見什麼 哇 哇 死亡火焰 C劍 哎唷 AT立場開啟 我來啦 先燒死你 YA 燒不出所以然啦 AT立場 還 還行 YA 哇 飛得好開心喔這樣子 看你飛得這麼開心 好的 好啦這隻還行啦 帶回去做紀念 抱歉了先幫你帶回家了 雖然你長得很帥 我也覺得你真的很帥 恩 說可愛 再見 晚點再來找你 真的是 天外飛來一筆啊 太開心了 哈囉 請你給我你的靈魂 太好了 找到了找到了找到了 有沒有 我們看見我們的古龍了 終於 阿 兩隻阿 哈哈 終於在這邊遇到你們了 阿 據說他們是可以馴服的 來吧 咱們直接把他給馴服下來 咱們帶古龍回家 阿 臭蛇蛇走開 來 直接來個單發 先讓他去的 瞄..瞄你的脖子 咻 啵 哈哈哈哈 中獎 笑死 古龍倒了 古雷龍 然後還有一隻 古...古...古...古三角龍 在哪裡 交給我 嘿 這時候呢 我們就只需要 做兩顆 餵一下 就是我們的了 阿氣 有嗎 YEAH 哇 可不可以直接騎嗎 他還要鞍喔 哇 我們有他的鞍嗎 應該是沒有吧 這個平台 阿這是 這是風神翼龍的 哇 哇 怎麼辦 這個叫什麼B開頭的 我們打一下B看看 哇 只有蜘蛛阿 好吧 只能看而已 來 欸 你走路那麼快想嚇死誰啊 哇 那我們這隻呢 我們到時候還要做完給他們喔 好了好了 可以了 不要晃了 晃太大了 音浪太強 不晃會被撞到地上 好 這個應該是T開頭的會有 呃 他是什麼 TR TRI 有了嗎 是這個 是這個 欸 隨便挑一個看看 好 歡迎挑看學看 好 有沒有 欸可以欸 一般的鞍就行了 好 我們上來看一下 好 居然負重了 我覺得他們應該是 跟一般的恐龍 沒什麼兩個樣啦 只是 變成骨頭 骨頭形狀有沒有 你看中間還刻核心 好像是他們的靈魂一樣 好 你看 左鍵跟右鍵一般攻擊 好 多了衝撞傷害而已啊 沒有太大的改變啊 好 就只是外型比較Fashion而已啊 是不是 啪啦啪 喔 呃 除了外型Fashion之外的 衝撞力 上 為什麼我有食人魚在上面 欸 跑錯棚了啊 再見 好 我們讓他 我們讓他安息 不要讓他再承受痛苦了 對啊 他就只是外型像 外型是古龍 但是他的食質還是一般的 一般的恐龍的素質啊 不過他 他連中型恐龍都可以撞了 我已經開始懷疑 他是不是連 連那種大型霸王龍都能撞了啊 不行 這就不能撞了 還好還好 還好還好 我想說他連撞都能撞 啊這個應該可以撞 哇嗚 酷喔 好 我們又有新玩具了 我們把他兩隻帶回家 笑死 哈哈哈哈 完了 等一下我傳送會不會直接卡在那邊啊 有點擔心欸 算了不管了 要卡一起卡吧 我們回來了 喔 還好我出來了 還好我出來了 來吧 這一隻雷龍其實還蠻卡的啊 我把這隻雷龍帶過來一點好了 動得了嗎 要動得了 把他帶到 把他帶到海岸上好了 對對對 把他帶到海岸上 不然他太大隻了 會整個擋視線 好行 按錯了 抱歉 來 古龍 你就好好就這邊吧 好 我們拿到這個古 古 古三角龍 好就叫古三角龍 好 OK 好 再來重頭戲就是我的最愛了 唉唷 超帥的 是不是 有沒有有 好 跟那隻前面霸王龍差十萬八千里遠 不過 比較小隻就對了 比較小隻 比較小隻 好 這個顏色我很喜歡 煞氣 不過我的腦袋的記憶裡面呢 好像 他曾經出現過 好像未騎過的樣子耶 是我記憶力衰退還是怎樣 怎麼感覺我好像曾經擁有他過 算了不過還是很帥啊 好有沒有 唉 我們又列入了一個新的收藏了 非常好 非常好 OK 好吧 那今天這個探索就到這邊為止了 那蓋亞模組算是我們現在新找到的模組呢 他裡面功能還非常的多 我們剛剛也收集了不少靈魂 這些靈魂可以換得更多奇怪的道具 希望你們會喜歡 那今天這集差不多到這裡為止啦 那如果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左下角個訂閱 右下角個喜歡 歡迎下方留言 我是老頭 我們下一次方舟生存再見了 掰掰 按一下 按一下